人人都在婚时欠债产 就是在欠借 将来要行借 这都是因言果报 随言 因为吃鸡肉时常讲随言 我们就没有想到会要吃素 他在痛的时候 他一直在摇那个手 他就趴在那个地上 那个手就往后面去 一直摇动那两个手 感觉上就一直激这样 做知识都这样长时间了 都懂得什么叫手借 国法里面所讲一介为师 我们最基本 连那个吃素都没有办法 怎样讲一介为师 所以经过那一次 那孩子的问题就是 就是以后也没有干得到 就是慢慢慢慢就补书了 快一死的口意 的确呢 太残忍了 悲心一转 就转过来了 转分为数 很赞叹 真的呢 这就是智慧 你看看 你看看 地上有多少菜根香啊 蔬果香啊 看看 他在在切这个菜 我们一看到啦 我们一看到啦 就会想到 这碗一菜 吃起来 多么甜啊 多么香啊 多么有口感啊 吃了 不是很干净吗 心呢 不多事呢 很清安嘛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素食教授法 今天我们是教授师 要来教大家做授师 我们排这些素食教学的片试 希望可以邀约 跟多人一起来吃素 佛法在人间 神用各种方式不同 生活生态里 我们要如何从佛法呢 扩展到不同生活前去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一步啦 就是给我们一个方向 大哉教义啊 实事为大 这些事情啦 这些大 我们赶快 从吃微觉悟 从觉悟啦 收出来道理 也是口 口出道理 动画众生 那才是真正的公的姑娘 我吃菜菜还有加工还有面 我吃菜菜可以保护地球 地球不会生病 越连天下的人都有饭吃 我帮你吃了哦 那些都找不到还是爸爸妈妈 小米业障 就要先把人心调好 行啊 先换款啊 不要狭窄地夹住啦 总是呢 总是呢 要贪 贪了 可欲 会吃它 不可 我们应该 人心 心宽啊 天地宽 晃生复生啊 爱复生理 我们的心 就是开阔起来 天地宽 这些人 我们的心 有些人 有些人